MT-15的碳纤维套件 这次的影片可以抽MT-15的碳纤维套件好不好 所以麻烦看完影片 你现在如果给我拉时间走的话 小心一点,我会去揍你 哈啰大家好,我是Taco,刚刚前面开个玩笑 那今天呢,非常好的日子 看到我前面这台呢 就是印尼版的YAMAHA MTE5 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今天要拍MT-15呢? 在之前的影片,其实我拍了MT-15的试车 MT-15的倒叉、前车 MT-15的正倒叉的差异 非常多的影片 从之前这样拍过来呢 有一些人看着看我的影片 就有点被洗脑了 你知道吗? 进而呢,就去牵了这台MT-15 也成为了MT-15的车主 如果你是还没被洗脑的人呢 麻烦看一下影片好不好 那牵车完以后呢 我们总要有点售后服务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要来拍MT-15的改装 你可以看到我这台车已经改了一些小东西啦 那主要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台街车 我是觉得它非常非常有个性的街车 然后外形非常漂亮 甚至我觉得03跟07都没有它好看 这台车我真的很喜欢 那我们今天这个计划呢 我就把它叫做MT-15的改装计划 好不好? 非常直观 那我会分成上下两集 那上集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这集我会着重在 外观 外观界的部分 比较静态方面 那下集呢 我会着重在性能方面 动态的部分 这样分上下集 大家也可以很好的去分辨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啦 好不好?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来介绍 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的IG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开始介绍一下 它的一些外观件 好不好? 好,那这台MT-15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蛮漂亮的 因为它改了一些外观件 都是照我意思改的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贴纸 卖场在右上角 快卖完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好不好 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 好不好? 当然不好看 不知道要买也无所谓嘛 就也推荐给大家 好不好? 是一个非常CP值非常高的改装品 好,那第二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端直径有没有 那我觉得街车呢 就是要来装一下端直径啦 因为街车通常上面都是 把都是蛮平的嘛 那你上面突出两个后照镜呢 我就觉得会有一点点怪 这样两个后照镜从旁边这样 不管你要怎么摆呢 装在旁边就是比较简洁有力啊 当然现在多了一个手机架有点突兀啦 不过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这个端直径呢 是一个蛮加分的改装 那有些人一定会问 这个端直径看不看得到 这端直径呢 的确是看得到 但是因为它跟一般后照镜 装的地方不同 那调的东西也不同 所以你要很认真去调 调到一个你适合的黄金的角度 它才看得到东西 而且其实看得到也蛮多的啦 那这部分就是 你要有耐心去慢慢调好不好 那这个是五角的端直径 你在虾皮上找五角的MTU端直径 就会有这个款式了 非常便宜 大概几百块就可以搞定了 那再来呢 就是整台车 是一个T型的感觉 当然要来个短排架啦 非常简洁有力又好看 后面顺便把它换了LED的方向灯 不然原厂的那个 有点太大太粗了 这个我是觉得挺好看的 那最后呢 就是下面这根了 全段的排气管 由阿宏二轮布品所提供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有这个烧钛的一些颜色 然后到后面 尾段的部分呢 短短的 我其实觉得 刚刚好啦 然后上面有印他们的LOGO 那大家主要还是想要听声音啦 我知道啦 非常安静也不会难听 不要老民就好嘛 好,那刚刚介绍呢 差不多就是现在的 给这台MTU所改的外观件好不好 那你以为影片做到这里吗 错 那讲到外观件呢 的天花板 大家想要什么 好,没错 就是 碳纤维套件 跟泰螺丝 这两个 应该是外观件的天花板 这个展现自己地位的地方啊 就要靠这些神奇的外观件来 表示一下好不好 好,那就这么刚刚好 我们感谢 Armas B所赞助的 MTU5全车碳纤维套件 那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多啊 多到我都要靠边站了 有点腰 那我相信呢 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Armas B这家公司哦 不过呢 如果你有玩汽车的话 应该是有听过哦 那Armas B这家公司呢 主要在汽车这一块 有开发一些 进气套件 以及碳纤维套件 性能方面的改装 在国际间呢 也是被广大车友 所喜爱的一间公司 好不好 那你听到Armas B呢 你是不是以为是外国品牌呢 错 台湾人做的啦 那台湾人哦 总会有一个感觉吗 就是国外的月亮总是比较圆 所以呢 这间公司的吴老板 走一个反向的操作 在台湾制造 但是先外销 在国外做起来之后呢 转而在进攻台湾的市场 这操作我觉得挺牛逼的 那他们成立到现在也25年了 那在2018年也设置了二轮的部门啊 然后做一些 诶 小车啊 重车的改装部品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把 这一些 MT5的碳纤维套件给装上去好不好 那我们就 直接来装 不要废话好不好 Let's go 2 2 2 3 2 3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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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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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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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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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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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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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服務真的是一條龍非常好 我從拿到 然後開盒 包括他們的包裝 他們包覆這個碳纖維的 是用布料包起來 然後他們連黏的那個膠帶啊 都是那種不沾手的 就是他們只是做到一個固定的作用 非常用心 然後他們連說明書都是硬彩色的 我覺得我拿到之後 我真的覺得質感就是遠超我的想像 除了產品好以外 那產品的周邊呢 包括包裝跟使用的方式 他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碳纖維套件的話 歡迎大家去購買Armarspeed的產品 真的是非常好 那如果你想看實體的話 也可以到 這台MT15應該會放在這裡展示 來看看喜歡的話再去買也可以 畢竟你要看到實體最準嘛 而且他們家的產品 我剛才在安裝的時候 他們說公差會小於1mm 的確他們的公差 基本上就是整個套件這樣 貼上去就OK了 但是由於MT15 他是產地也是印度或印尼 所以原廠的公差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導致說他有些鎖點是要對應原廠的 所以有些鎖的地方會比較靠人品 看運氣 有些車比較好鎖 有些車比較難鎖一點 但這也不是產品的問題 是MT15本身的問題好不好 不過都還是在可以一個接受的範圍內 因為他們家的產品確實 密合度真的是非常好 好那我知道既然你都看到這邊了 那我就要來跟你講 怎麼抽獎以及抽什麼好不好 相信大家 因為這些碳纖維套件 他是 可以 好那抱歉剛好有點意外 因為我拍太久了 現在有客人進來洗車了 那我就趕快來跟他講一下 要怎麼抽吧對不對 那他們會提供 這片封鏡 他們叫我選啦 我是選這片封鏡 因為其實其他地方 我覺得要整個搭起來才算 但如果你單獨裝封鏡 封鏡的話其實還蠻OK的 那他們封鏡呢 提供兩片喔 兩片喔好不好 超有誠意的 這個是一般的碳纖維紋路 他們第二片是提供 鍛造碳纖維的紋路喔 所以超有誠意的好不好 那抽獎方式聽好了喔 你只要追蹤我 跟阿媽SB的IG 然後再到阿媽SB的FB 去按個讚 連接我都會 丟在字頂留言 或者是資訊欄 你只要點進去按個東西 其實非常簡單 那在下方留言喔 你喜不喜歡碳纖維 為什麼 我會在這部影片發表之後的 兩個禮拜後 公佈在我的IG 所以你一定要追蹤我的IG喔 我上次抽一台R6模型車 我在Youtube超多人留言 我抽六次Youtube 都沒有人來認領喔 所以你拜託一定要追蹤我的IG 不然你的碳纖維風鏡 可能就會跑掉了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 這台MT-15外觀鍵的 改裝影片好不好 如果你還對 在MT-15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 對他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喔 那想要碳纖維風鏡的 趕快去完成 這些條件吧 好不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